雷神主廚用心來上菜 今天我們要做的番茄炒蛋 很簡單 準備了這些食材 紅番茄啊 雞蛋 青蔥 洋蔥 培根 番茄醬 很多人會問說 番茄炒蛋要先炒番茄 還是先炒蛋 就像我們常常會問的 先有 還是先有蛋 先炒蛋呢 是比較屬於像 台式的炒蛋 如果先炒番茄呢 會比較像 omri那種 就像西式的那種炒蛋 那我們今天要煮的是 比較陽式的還是台式的 我們今天要煮的是 比較西式的那種 陽式的那種 番茄炒蛋 拿了一個叉子 我們先把番茄呢 再把它擦住之後 開啟火 揉一揉 稍微呢 在火上面呢 去把它烤一下 它有一點那種 皮肉分離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喔 烈烈烈 烈烈烈 那準備了一鍋的這個 冷水 把它稍微泡一下 泡一下之後呢 你看我們這樣皮呢 有沒有 有沒有 有看到嗎 那個輕輕鬆鬆的 把這個皮給拉掉了 代表它的那種火焦層呢 是已經被我們烤熟化了 我們等一下 吃番茄炒蛋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烤牙縫的感覺 先把它切嘴巴 把這個蒂頭的部分 用刀子呢 去把它劃掉 把它切成丁塊狀 先把番茄呢 入鍋 這時候呢 我用的是中小火的部分喔 洋蔥如果沒有用很多的話 牛不要去把它扒掉 你會保存得更長久一點 去把它切成洋蔥末 把這個洋蔥跟番茄的部分呢 加在一起之後呢 稍微在鍋子裡面 再拉平留一下 現在準備的這個培根或火腿都可以 看你喜歡哪一個 稍微去把它切成塊狀 一樣去把它做一些拌廠的動作 把這個蛋的部分呢 去把它打碎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在炒蛋的過程呢 我們會很迅速的 要讓它起鍋 所以我現在呢 先把這個輕鬆的部分 切起來 來 那這時候呢 我現在要準備的這個 海鹽 把它撒上去 在料上面 這個炒蛋要加水嗎 不用加水 不加水 那番茄是不是自己會出水 番茄會出水 炒蛋起來呢 那種味道呢 就會非常棒 蛋要放進去之前呢 記得將瓦斯爐關小火 然後把這個蛋液呢 全部淋上去 番茄醬的部分 淋一點上去 開始順著繞圓圈的方式呢 就把它做一個翻炒 好 可不可以把蛋炒成 有形狀之後 再下番茄這樣子 其實我們不建議這麼做 這樣子的話 會變比較台式的那種感覺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蔥的部分呢 把它放進去了 那種清脆感的部分呢 就會很夠 而且顏色呢 就會很好看 我們要稍微呢 把這個蛋的部分 炒到有一點凝結狀 又不會太凝結 你如果讓它 感覺是很濃稠 那種感覺 看起來會像什麼 自己想像 你還是專心做菜吧 所以如果到時候 這段是要大火還是中火 我們這次就中小火了 中小火 讓它慢慢推 我們準備要起鍋了 沒有水水的 像是有那種凝結狀 就OK了 這個陽風的番茄炒蛋 有點類似像是 蓋飯上面的配料 對對對 沒錯 可以加一點像義大利綜合香料 或香草啊 黑胡椒啊都可以 要轉一轉下去 我們這一道呢 番茄炒蛋呢 就完成囉 你看多棒 我來試吃一下 嗯 好吃 番茄的酸甜味 有出來之外呢 洋蔥的那個香氣 還有 我們那個蛋的滑嫩感 總加起來 就是 非常讚 好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OK 我們雷神聚聚聚聚 下午四個見 掰掰 喝個水 這隻 這隻雷神之槌呢 除了 可以呢 防身之外 沒事的話 還可以充當水 喝一下水 好了 不多說喔 在這裡要跟大家說 TVBS56台健康2.0全面升級囉 播出時段也增加到 每天下午2點都能看得到 我平常也會在節目跟大家分享 美味又健康的料理 更多資訊 請歡迎上健康2.0的粉絲團查詢 打開啟小鈴鐺